第六集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连生活佛为我们开示 小秤佛教修行的重点 那么大秤与密秤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始 你晓得什么叫一见钟情吗 一见就是眼睛对眼睛啊 一见就完蛋了啦 一见完蛋了就是一见钟情 再见就清心 三见就要了命 三见就要了老命 三见不是要了老命 不知道要了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眼睛对眼睛是有麻烦的 讲话也不能讲得过多 讲过多是有麻烦 距离太近也是有麻烦 所以他有一个保持一个距离 还有呢他讲太阳一下山 你行者不能入南行者的宿舍 这规定很清楚的 他有规矩的 不是同一个房间可以的 同一个房间更糟糕 连进宿舍都不可以的 太阳一下山 绝对不见面 他有这个离异心 手不碰钱 那个手啊 你不去碰那个钱的 眼不看色 手不去碰钱 因为钱呢 也很容易引起欲望 所以手永远不去碰那个金钱 他的规矩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离异心 不是很简单可以修的 小圣佛教 你看他 哦 这是一般人 啊 这修的 一般智慧的修的 那是要守戒 守戒守得很严 这是小圣 那么 宗族啊 所以宗哥把他讲 以圣解下了者 说离异心 这个就是离异心 就是小圣 远不着色 手不碰钱 诸有幻为 在总间计 衣着 会衣啊 这个 就是睡衣 不是睡衣啊 不是睡觉的衣服 是 污秽的 会衣 应该是念成会衣 就是 不是很好看的衣 十不过五 握不捣蛋 还有呢 握不捣蛋 坐着睡 因为你躺着睡 太舒服了 不是修行 你坐着睡 你坐着睡 时时 警醒自己 不落入这个 梦幻的陷阱 保持清醒的一种 睡眠 不捣蛋 他的规矩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明白 什么叫做离异心 就是守戒 过清静的修行 行为 以圣洁 广大者 说地 及波罗蜜多行 这个就是大圣 就是 菩萨行 也就是六度行 我们讲那个六度万行 这个六度 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大家都清楚 从布施开始 一直到禅定 知会 这六度里面 把它 实施在 度自己 自立 跟立他 度别人 上面 这个就是波罗蜜 就是六波罗蜜 所谓波罗蜜的意思 已经讲了 就是 道达彼 道彼岸的行 道彼岸的方法 这个就是六度 就是菩萨行 大圣都是要行 这六度菩萨行 你们把这个六度 讲一遍给我听 这个谁会的 应该很简单 讲过很多次 几首讲一讲 这个六度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把六度化为万行 就是把六度的种种的这个行为 变成种种维系的方法去做 这个就是菩萨行 这是大圣的 以诸真上圣解圣生法者 说 聚贪行 这个很难 这个什么叫聚贪行 什么叫聚贪行 大家晓贪行 大家晓得 聚贪行 就是密行 就是密教 为什么叫聚贪行呢 密教里面有四个层次 外法 内法 密法 密密法 到了密法的层次 就是寄贪行 就叫做寄贪行 那么我们晓得 这个 我在讲颜洁经的时候 这样子讲过 虚空是不动的 整个虚空都不动 终然从虚空之中 升起了彩霞 那个彩霞也是一种犯觉 无论如何 虚空是不受污染 也就是讲 佛性是不受污染 众生的佛性 从来没有被污染过 你现在目前的形象 不过是一个泛身 身体的身 一个泛现出来的身 你不过是佛性当中的 一片彩霞而已 无论这个彩霞 形成怎么样子的颜色 你能够深解异地 了解佛法最深的异地的时候 你才能够行寄贪行 因为你任何在那个状况 任何的一种行为里面 你都是属于清静 这个叫做密行 所谓俱贪行就是密行 这个是佛法真正的要义 是在这里 你真正到了身解异地 你就没有佛魔的分别 在禅定之中 魔来也是佛的 佛来也是魔的 世界上众说分义 种种的形象 原来就是犯了 原来都是清静 也都是光明 也就是具有最高的 最深的这个佛性在里面 你可以把种种的行为 超越过去 而化成光明的这一种行 叫做寄贪行 就是密行 所以修行密教 是最高深的 也就是讲 以诸真上圣洁 圣生法者 说寄贪行 就是密行 就是密教 在乐经浅吃 寄费行 就是密行 做寄费行 然后再给我 寄费行 宝费行 寄费行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连生活佛说 聚贪行就是密行也就是密教 到底什么是聚贪行 聚贪行要具备哪些修行的条件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示 那么在《颜结经》里面讲到大圆满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子说的 一切的行为都是清净 但是这里面还有他的意义 所有一切的行为当中 你的佛性本身不变 但是你能够自主 自如 清净 化为光 这个才是祭贪行 假如你的佛性不变 但是你种种的形象 种种现出种种的形 你不能自主 自如 自制 这样子的话 你就成为凡夫 佛跟凡夫之间呢 唯一的差别 凡夫是密于种种的形象 佛是自物于种种的形象 能够一切的形象 都不能动了他的佛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称为佛 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 生解 异地的佛 佛跟凡夫之间呢 一个是杰者 一个是杰悟的 一个是迷者 是迷惑的 所以能够自主的 就称为杰者 被迷惑而颠倒的 就称为凡夫 其差别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什么叫做 寄贪行呢 以佛性 用凡夫的 种种的形象 来自主 化为光明 跟超越的 就是寄贪行 这一段解释啊 我刚才所讲的 这一段解释 不是很明白 佛性 不是很明白 密教的人 他讲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 讲 讲不出来 因为佛跟凡夫之间的界限 他不明白 佛行的是凡夫的事 这个时候啊 佛如来 他的一切作为 跟凡夫是一样的 佛行凡夫的事 但是他以超越 跟化为光明 跟化为光明 变化 清静 来自主 这个叫做寄贪行 今天能够把这个中哥巴祖师的这个寄贪行 三个字能够讲解得那么清楚的 这世界上很少 在这世界上已经很少 大部分讲解 一看到寄贪行 什么叫做寄贪行 他不晓得 你们看今天看师尊 看看师尊 表现的行为 跟凡夫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师尊本身能够超越的 能够自主的 能够自如的 能够化为光明的 这个就是凡夫佛 凡夫的行为当中显现的佛性 在凡夫的行为当中显现的佛性 就是凡夫佛 这个就是我 就是卢圣燕 你看我的师父啊 这个图灯 达尔吉尚师 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做 图灯自如 什么是图灯呢 吐灯 吐 吐出来的吐 灯 灯上去的灯 自如 自在如如 图灯的意思就是施迦 图灯 图灯两个字啊 就是施迦 施迦 施迦 摩尼佛 自如 就是施迦 佛陀 自由自在 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图灯自如 这意识的意思啊 师父呢 师父叫做图灯达尔吉 这就是施迦 斯加摩尼佛 弘扬佛法 达尔吉 就是弘扬佛法 图灯 就是施迦 摩尼佛 弘扬佛法 或者是 施迦 摩尼佛 自自如 如 不动 这个重点在这里 祭贪行 是凡夫的行为 但是呢 祂是自自如 如而不动的 凡夫的行为 就是佛行凡夫的事 单单这三个字 法味就非常的深 那个有些人是不明白的 明白的还是明白 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那么明白的 讲给不明白的听 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我还是明白的 你们还是不明白的 你们有一天明白了 但是你还是不能自主 还是不明白 有一部电影里面写着 那个人 他讲一句话 每天都在讲 哎呀 我明白了 每天都喊 哎呀 我明白了 等他明白的时候 他已经 头脑有问题 要做一个明白人 这世界上的人 很难有明白的人 很难找得到明白的人 我的弟子也不明白我 我行了很多行 他们也不明白 既然不明白 我怎么教 我在教你 你还是不明白 到最后呢 我们只能够跳这个三根气 就是有大根气的才可以教 这是计贪型 那些小根气的 你教他这个 你会给他骂死 他不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你们不明白的 讲来讲去 都是到底明白不明白 越来越浮屠 这一段呢 很清楚 讲三圣 三行 从开始小圣 到最后密圣 在西空中 现起的彩虹 佛陀的圣教 佛陀的这个教理 就是要到达西空 不是要你看彩虹 彩虹是会变化的 会消失的 西空是永远不动的 你明白了西空 你就进入佛心 你起得不动了 你再显现彩虹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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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生活佛在这一集节目当中的开示呢 谈到了三秤 也就是小秤 大秤 还有密秤 而密秤呢 又被称为金刚秤 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 赤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来向他请教 我们欢迎赤连月金刚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教上师 为什么又叫做金刚秤呢 是的 其实密秤与金刚秤 都代表着非常殊胜 不可思议的意涵 所谓密秤的密呢 其实它代表着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可思议呢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 我们分享到 其实密教的渊源呢 是来自于法身大日如来 内政的三昧 所以内政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呢 在这个境界当中呢 连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 测资这个境界 所以称之为密 不可思议 而金刚秤的金刚呢 代表心性的坚固不坏 那么我们都知道 金刚呢 象征着坚固 但是什么东西是最坚固的呢 一切物质的东西 不管再怎么样坚硬 都还是会有成住坏空 所以什么是最坚固的呢 连生活佛说 最坚固的就是 不动 不坏 不乱的本心 所以金刚秤 也就是代表着 我们将我们四属凡夫的 那种起伏变化的心 如实地修到 不动 不坏 不乱的 真实的佛性 所以呢 这就是金刚秤的意涵 而密秤里面呢 讲到 这是大日如来 内政三昧的 一个真实的境界 所以在密宗里面呢 就特别强调 内政 也就是实修 没有实修 就无法内政 那么一个密宗的行者 进入的这个法门之后呢 最重要的 我们要内政 我们的身口意 密教的修行呢 就是将我们 世俗凡夫的身口意 转化为本尊的身口意 所以当我们在转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自心的体会 其实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这个就是密 我们这个密啊 这个法味啊 的确啊 不是能够跟很多人来分享的 就好像我们这杯柳丁汁 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来喝它一口 而这个味道呢 其实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所以密教的行者 很重视身口意的修行 将三页转成三密 所以在刚皈依的行者 我在做皈依灌顶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说 我说呢 我们一个行者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保持在一个 身口意清净的状态 什么是身呢 身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要最起码我们要守戒 守着我们一个行者应该有戒律 而口呢就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而意呢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这就是意念 那么我们呢虽然刚皈依 我们不可能马上皈依就成为一个圆满的成就者 我们的身口意还是会有过失的 但是呢 我们一个行者跟世俗凡夫有什么不同呢 世俗凡夫常常处在我们自己身口意的过失当中 但是他的身口意的过失还是没有办法去转化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认到自己的身口意的过失 没有办法察觉的 而我们一个行者 虽然我们的身口意还是会有过失 但是呢我们会很敏锐的察觉 并且我们在这个察觉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断的提醒根本上师提醒佛菩萨的加持 来灌顶我们 让我们的身口意保持在一种清静而圆满的状态 这就是行者 所以密教重视的是实践 而金刚圣的因缘呢 是在七世纪 这个金刚至菩萨 他依着龙树菩萨所传下来的金刚顶经 所绘制的一个曼陀罗 所以呢从这个因缘当中呢 密教也就开始称为金刚圣了 是 这个世连乐金刚上师的分享是非常非常深入 而且精辟的 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在看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很想要笔记 而且呢连生活佛的开示呢 也是让我们觉得呢 很想要一再的去咀嚼 一再的去回味 这个我们制作单位特别精心制作的这一本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呢 两样都可以满足大家 你们想要做笔记的 里面可以让大家做笔记 而且连生活佛开示 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实录也在里面 打电话进来就要免费的送给大家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同时非常感谢 试连乐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请大家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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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